欢迎收看梅子说 今天我给您说说 这个世界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比伊隆马斯克更癫狂的天才 这个人就是Chad GPT之父 山姆奥特曼 今年最震撼世界的事件 毫无疑问 就是Chad GPT的横空出世 Chad GPT又夺牛 马斯克赞美他 好的吓人 比尔盖茨赞美他 不亚于互联网的诞生 Chad GPT仅仅问世两个月 月活用户就达到了一个亿 要知道推特用了五年 Facebook用了四年半 TikTok用了九个月 而Chad GPT仅仅用了两个月 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 Chad GPT能像真正的人一样跟你聊天 翻译 做题 考试 作曲 写文案 编代码 写论文 写小说 以及写视频剧本 他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比相当多的人做得还好 最为恐怖的是Chad GPT现在还只是一个新生儿 这个新生儿能不断的自我进化 用的人数越多 积累的数据参数越多 他就会越来越聪明 估计用不了五年 他的各项能力就会超过90%的专业人士 未来20年内 Chad GPT类型的人工智能 将取代全球一半的工作岗位 Chad GPT这么牛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他的创造者 一个比伊隆马斯科更疯癫的天才 山姆·奥特曼 奥特曼出生于1985年 他八岁生日那天 收到了父母的一份大礼 一台苹果电脑 奥特曼从此就迷上了电脑 迷上了编程 迷得走火入魔 迷得忘乎所以 当别的小男孩还在搓泥的时候 他已经能独立编写很多应用程序了 2003年 他成功的被斯坦博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 但他仅仅读了两年 就从斯坦佛辍学了 为什么辍学 他辍学的旅游跟马斯科一样 我无法忍受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自己却置身事外 他跟另外两名同学一起 创业开发了Looped 这是一款可以与朋友分享位置的程序 这款程序连苹果之父乔布斯都很喜欢 所以Looped入选了苹果应用商店第一批应用程序 但是2012年奥特曼卖掉了Looped 为什么卖掉 奥特曼因为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改变世界 他想做更大更好的程序 于是他将Looped卖了个好价钱 然后将自己分得的大部分钱 都投入了一家叫做YCombinator的公司 我们就简称它为YC公司 YC是一家加速器投资机构 它的核心业务就是帮助初创的公司 实现从0到1的提升 为什么投资YC 奥特曼有两大目的 一是想赚更多的钱 为以后实现梦想 积累更多的启动资金 二是想借在YC工作之际 去发现能够承载自己梦想的那个目标 奥特曼实在是太牛了 牛在哪里 大局观和眼光 所以2014年 仅仅只在YC工作了两年的他 就被YC的创始人保罗看中了 让他做了YC的总裁 奥特曼没有辜负保罗的期望 短短几年 他就让YC成了全美最牛逼的风头之一 截止到2019年3月 YC的总市值达到了1500亿美元 旗下拥有两家估值超过百亿美元的公司 20多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100多家估值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 可就在YC风头正进风光无限的时候 奥特曼却辞职了 别人都不理解 在YC夺挣钱啊 搞风头夺挣钱啊 当总裁夺挣钱啊 但他却辞职了 去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OpenAI 而且他在OpenAI还是零股份 奥特曼是不是疯了 并没有 他之所以舍弃金钱 是因为他找到了能够承载自己梦想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Chad GPT 这个事情还要从2015年说起 这一年奥特曼与马斯科一起创办了OpenAI 对的他俩盯上了人工智能 毫无疑问 人工智能未来将改变世界 奥特曼的梦想就是通过研发 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但是OpenAI的研发并不顺利 2018年马斯科便离开了OpenAI 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一是因为OpenAI一直没有推出现象级的产品 二是因为马斯科要专注于开发特斯拉和SpaceX OpenAI当时的团队确实缺乏雄心壮志 用奥特曼的话来说就是 长期以来团队对于推出新产品都不太兴奋 只是会说我们试试吧 试试看会发生什么 但这显然不够 所以奥特曼决定亲自出马 带领团队研发人工智能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后 奥特曼决定将研发的重心聚焦到Chatt GPT上 他专注于大型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 认为人工智能将引领下一个时代 于是2022年11月Chatt GPT问世了 Chatt GPT确实太牛了 微软就因风投了Chatt GPT一夜之间市值暴涨800亿美元 说到微软投资又不得不赞叹一下奥特曼的格局 因为开发Chatt GPT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而自己又没那么多钱 所以必须引进风投 但引进风投有利有弊 利益是可以帮助你发展 必是风投是吸血的 为了谋取最大化利益 它会左右你的发展方向 为了引进风投 但又避免被风投控制 奥特曼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它创立了一个盈利机构币 并用OpenAI控制币 许诺愿意投资的企业 如果有一天Chatt GPT研发成功 你除了可以优先享用新技术之外 还可以收回本金 以及有风顶受益的回报 微软心动了 与奥特曼达成了协议 分批投入130亿美元 占有B机构75%的股份 当微软收回130亿美元投资本金后 股份会下降到49% 当微软封顶收益达到920亿美元后 将退出所有股份 届时B公司的所有股权 将退还给OpenAI 奥特曼的这个构想实在是太牛了 既让OpenAI有了研发资金 又避免了OpenAI被资本控制 但奥特曼最让人佩服的 还不是他的这个奇思妙想 而是他的零股份 他创办的OpenAI是一个非引力机构 他持有的股份为零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为了保持初心 奥特曼的梦想 不是用一项技术让自己发财 而是用一项技术改变世界 如果这个技术赚了钱 他会把这个钱继续用于改变世界 用于造福人类 而不是把分红拿回家 买海岛买私人飞机 你以为奥特曼会满足于 Chatt GPT就够了吗 那真的是太小瞧他了 奥特曼的梦想大的惊人 改造整个人类社会 考虑到未来人工智能 会让90%的人失业 奥特曼的最终目标是实行UBI计划 所谓UBI就是指全民基本收入 即无条件地给普通大众提供基本收入 不论贫富年龄性别 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同等数额的基本收入 以保证基本生活 获得足够生活费的人们 以后就不用工作了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学习就学习 想享受就享受 想多伤孩子就多伤孩子 想宅家就宅着 奥特曼的理想很伟大 那么推行UBI计划的钱从哪里来呢 就从OpenAI赚的钱里面来 公司赚的钱都要用来回馈社会 这简直就是解放全人类啊 奥特曼的这个梦想绝不绝 实在是太绝了 这简直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啊 到那个时候世界将会变成什么 物质将变得极为丰富 生活资料将实现按需分配 我们现在所有的生存焦虑 届时将会化为乌有 人类直接到达马斯洛需要层测论的最高级 也就是自我实现 我们只需要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只需要从事自己想从事的事情 这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吗 这样的社会就是奥特曼的终极梦想 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奥特曼的这个梦想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天方夜谭 确实像确实太疯癫 太不可思议了 但不管什么年代 不管什么时候 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恰恰都是这样的疯子 就像苹果前CEO乔布斯所说的 只有那些疯狂到 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的改变世界 奥特曼的名言则是 相信改变可以发生 是一切改变得以发生的前提 好了 今天的梅子说就到这了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频道每天晚上8点15分日更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